需要地圖 比如说我这边页面 会有假设六个景点 那六个景点的话就要六个页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做出动态的话 只要 两个页面就可以了 其他页面都可以散掉了 那也但是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我们需要做哪些设定的基本上好这个我下我们大概在把重 下次再把详细的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实主要也是一样 我们底下这个地方也是要做一个DIV 这个DIV的话呢就是当我们的上面点击他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坐标 传递到这边来 用动态的方式呢抓到经纬度之后 在这个DIV上面显示 所以将来这个超连结 我们要给的是什么 给的是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之前连结是连结什么 连结的是一个 页面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要改写成 一个经纬度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 变动 那将来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传什么 传的是一个经纬度的话 那我要传给谁呢 传给程式去接接什么接两个参数 我们要谁要去接呢 我们必须要写一个对应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名称叫 GETGEO GETGEO就是指的是我要取得什么经纬度的这个值 那里面的话就是纬度跟经度 那特别注意是在JavaScript里面 会有个方法 叫做GETGEO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写一个 对应的 将来的话传递给他 就可以看到在这边 程式部分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书上面的那个程式里面 那这边这个地方就要写成这样子 全部都写成这样 那你就分别把这个相对应的什么 有没有经纬度一样丢给他 那谁去接呢 在程式里面 各位可以 查一下 就会有个对应的方法 我前面讲过嘛 一个方法名称叫什么 GETGEO 丢给他之后的话呢 他会去读到一个纬度跟一个 一个纬度跟一个经度 那并且呢 他就帮我们存在哪里了 存在这个 Current Geo Point的里面的 这个物件里面就把它 存到这里面来 那存到这里面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呼叫 GETGEO Mobile里面的 Change Page的方法 那当某个页面呢 他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 再去 更新里面的结果 所以将来如果说我把它传递 透过这样的方式我 传递给他 这个经纬度的时候 他接到 他就会动态的什么 再去把页面给载入进来 那这样的话当然会大大节省什么 节省资源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一次载好几个页面进来 你会发现地图会跑得非常的缓慢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 试着把那个静态的部分先完成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我们再来看 动态的部分 回去各位可以先再看一下第四章的这个 这个章节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好 好 好